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 民心思辨 习近平想起冷宫中的邓小平 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给予高度评价 重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的称号 习近平说 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是党和人民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 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观察人士注意到 中共纪念邓小平属于正常 但习近平在多年冷处理之后 突然对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事业高唱赞歌 让人感到不正常 那么习近平为何高调纪念邓小平 中国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改革开放 现在即便回归邓小平路线还来得及吗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 荣伟先生好 听众观众朋友好 当代中国评论国际记刊主编荣伟 荣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 胡平熊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踊跃参加讨论 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中国持不同政见的著名记者高瑜 在评论中共纪念邓小平诞辰 120周年的时候说 中共逢时隆重纪念前领导人 上述正常 但对邓小平进行十多年不见的吹捧 这是不正常的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 您怎么看中共 今年纪念邓小平的活动 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正向高瑜女士说的 逢时隆重纪念是正常的 不过这次纪念邓小平诞辰 120周年的调门 确实那又比10年前那次 纪念邓小平诞辰 110周年的调门要高 那当然这里先有个小插曲 就在8月22日 中共中央旅行的 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 习近平有个讲话 其中讲到一句 习近平说 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大背景下 1989年春夏之交 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 危急时刻 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人民 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使党和国家经受住了 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 那这句话 那时间背景 你讲错了吗 因为1989年春夏之交 风波是发生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 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 东欧也还没有巨变 你看东欧巨变 如果你拿柏林墙倒塌作为标志 那是发生在1989年的11月9号 那苏联解体就更晚了 那是1991年的12月底 圣诞节那天 所以你要说 按照他现在这个纪念 讲话 这个简直是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你中共当局在这种事情 那种谨慎 它不可能犯这种 这个时代背景的 前后倒置的错误的 所以它显然是故意的 它是别有用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谈 那就谈 这次纪念活动 为什么比上一次调门要高 那这个确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知道 共产党他也要讲他的道童 讲他的传承 他要抢到他的老祖宗 但是我们要记住 在每一个在位的独裁者 他最忌讳的 就是别人用死人压活人 那抬出先王来压他后王 那这个习近平 他最忌讳的 那就是别人拿邓小平抬出来 那等于就是影射他嘛 就是批评他嘛 而邓小平的权威 他又不能直接否认 他最讨厌就是 最忌讳就是这件事 所以过去那么多年 邓小平被打入冷宫 他当然跟这个有关系 就包括这一次 今年邓小平掉门 再看上去很高 但是你看到民间人士 包括高瑜 他们发表了一些 也是发表了一些 今年邓小平 120周年诞生的一些评论 马上就给他彻底封掉 就说明他非常在乎这一点 那他为什么要比过去 这次调不上的更高呢 那他当然是 他提起来很清楚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对邓小平的印象呢 要比对他的印象好 他的印象现在很差劲 所以他现在呢 需要把邓小平抬出来 修补自己的形象 主要是这么意思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要强调 就需要把邓小平的气质 举得高一点 把自己和邓小平的距离呢 拉得近一点 更多的强调自己和邓小平 自己是邓小平的继承者 强调和邓的一致性 你看习近平上台十来年 开了这么久的倒车 现在呢就想再倒回去一点 也就是开倒车的倒车 但是他既然是开倒车的倒车 像我刚才讲的 他最怕别人用死人压活人 所以他开的程度一定是很有限的 你切面不要高估 因为他抬出邓小平 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啊 不是为了否定自己啊 他不是抬得太高了 那不是成了否定自己了吗 所以对这次 我觉得他会走多远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醒的估计 好的 那么我们从两个星期前 求是发表重磅文章 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到习近平在这个纪念座谈会上 要求呢 把邓小平开创的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 我们再联想起 上个月中共三中全会 把习近平塑造成这个改革家的形象 观察人士看出来 说中共党内呢 似乎又掀起了一波改革开放的浪潮 注意我是说似乎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么来请教纽约荣伟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迹象 特别是在三中全会期间 这个是人民网还是新华社 我不知道这个哪一个推出什么 习近平是改革家 这样一篇文章 但是很快就下网了 全网下架 这个是一个迹象 这个迹象呢 我们要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分析呢 在这里呢 我这里呢 稍微呢 给他介绍一本书呢 这是我们刚刚出版的 邓小平在1989 这是戴琴写的 最近呢 好像陈小平会访谈 会有一个访谈这本书 我所以呢 不详细谈的介绍这本书 但是他在这本书的后面呢 特别写到这个 因为邓小平我们知道 在1989 他就是一个屠夫啊 这个是铁板钉钉 但是邓小平呢 在中国啊 或者在国际上 也可以这么看 中共把他推称是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这个称号呢 是否符合呢 这个可能是有争议的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他称为 邓小平成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推手 这个我认为是可以 恰当可以 可以这么认为的 那么他在 这个戴琴在这本书上 他前面是讲他1989 这些细节 这个大家可以去 在亚马逊上游 这本书可以去 可以去购买 那么他特别提到 在这个 就是89以后啊 他在这书上 他写了就又一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到邓小平南巡啊 就89以后啊 这个中共这个 已经陷入空前的危机 空前的危机 然后他这个南巡啊 就是又 所谓的叫 避晚狂澜 另外狂澜就是 要推动中共 这个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其中呢 他当时呢 就讲到这么 他从事上引用 他当时的这一句话 他这个 在南巡期间呢 他就说了 邓小平说 人民现在 为什么拥护我们 就是这十年 期间有发展 有 如果说 有十年有发展 如果我们 假设我们五年不发展 或者 低速度发展 里路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甚至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呢 这不只是经济问题 实际上是政治问题 我觉得他这句话 邓小平这句话 完全符合现在 现在的情况 现在中国的经济 一塌糊涂啊 这个不是经济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么从这个 当时这个邓小平南巡 他为什么南巡呢 当时这个邓小平啊 虽然我跟你讲 我们大家 把他吹得很高 但是当时还有一个陈云啊 陈云是什么情况 陈云当年是老毛在的时候 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啊 他的资格比了 邓小平资格老多了 对不对 所以邓小平当时是面临着 陈云战役一批保守派 的巨大压力 当时江泽民是听 陈云啊 李先天这一帮人的 所以他到深圳 他就南巡啊 这么一路说的这些话 谁不改革 谁下台啊 就是这样子 这个这么一个过程啊 当时可以说 我是在深圳大学任教 我是生临其境啊 当这个深圳可以说 是当时临改革开放 风气之先的啊 那么六四以后呢 这些都家乱而止 深圳也是一片潇洒 当我是1986年 到了就到深圳 88年正式到深圳大学任教 当时这个深圳的这个发展速度 称为深圳速度嘛 对吧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这个六四以后完全不一样 一片树杀 经济一塌糊涂 那现在的情况啊 可能就跟当年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不能 不能否认 中共党内 这个可以说体制内 有一相当一部分人 肯定是对习近平的导心意识不满 所以求是这篇文章 我认为不是简单的 就是所谓的 这个 我觉得好像 我们有一些什么评论 包括这个 邓宇文啊 什么 认为这些 习近平抛出来 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或者说呢 说难听的 挂羊头卖狗肉 或者怎么样 但实际上 我认为反映了 党内 有一些 对习近平 导心意识的不满 这个文章呢 可以说是反映了 这样一些 倾向 和一些 这样一些反驳 对习近平导心意识的反驳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那么 荣伟先生 我跟进一个问题 我跟进一个问题 那您 根据种种这些迹象 您认为 这个习近平会不会 现在呢 继续推动 中共呢 党内 实行一波新的改革开放浪潮 您看到有没有这种迹象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 习近平啊 现在是 他已经是 一条道走到黑啊 我们可以这样说啊 可以说他上台以来 种种的这个 这个所作所为啊 可以说是逆 邓小平 开创的这个改革开放这条路线的 首先 邓小平强调 他们一向 对中共改革的一向重大举措 就是废除党内 终身任其制 好的 强调集体领导 那么现在他废了宪法 他现在所有的所作所为 就是要巩固他这个 他的这个这个 我们称为是一中的 一中的地位 好的 所以他不可能的 我觉得他是不可能的 他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刚才两位 嘉宾呢 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我们看一看 网友们的意见 一位叫青青草地 这位网友呢 他在 昨天我们这期节目 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 他发表了下列的回应 青青草地 他说 其实呢 习近平是想证明自己的现代化 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之上的 要把自己的政策合理化 另外一位叫Frank Huang 说挂倒车党 喊前进口号 答案 他说习高调纪念邓小平 和习高调悼念江泽民 是一样的逻辑 目的是强调自己 才是邓小平路线的继承者 我走的才是邓路线 你们不是习在垄断邓路线的解释权 做路线斗争 Howard 说做做样子给大家看 事后仍然不会当回事 Reader Clear 说习是高调悼念邓小平 此乃借邓师还习魂 让邓氏发挥余热 另外一位叫了LV Ming 说许多人把习主席和邓小平对立起来 在我看来很荒唐 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 习主席强调高水平开放 不断降低外资准入门槛 邓小平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习主席强调国家安全 在我看来习主席就是邓小平的好学生 我们最后这位观众提出 不要把邓小平和习近平对立起来 我们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很多学者和观察人士都认为 其实习近平接受邓小平路线并不难 因为这两位共产党领袖 都有保卫党天下的决心 都有不惜动用极端手段 维护一党专制的决心 但是他们也大都承认 我们说绝大多数观察人士们也承认 说习和邓还是有区别 有不同 他们不是一路人 我来请教胡先生 那您怎么看邓小平和习近平之间的 这个义同呢 确实他们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维护一党专制 不惜动用极端手段 另外有些方面呢 看上去不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邓强调的是韬光养晦 那到了习这儿呢 就对外政策就咄咄逼人 这个就和过去邓时代很不一样 但是呢你看起来 所谓韬光养晦 本来就是说 当雨衣未封的时候要低调 那言下之意就是呢 如果翅膀掌硬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从韬光养晦 邓的韬光养晦到今天 中共呢这个对外关系的这种 咄咄逼人到处亮剑 那看上去不一样 其实有它内在的一致性 这是一个问题 只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呢 如果邓在今天 他也会变在对外关系上 比过去韬光养晦更强硬 但是他不会像习近平搞得这么夸张 搞得这么可笑 这点会不一样 还有呢他们两个人都 个人权力都很大 但是邓从来没有担任过 做过第一把交椅 他主要都是垂帘听政 他主要不是凭借他的职位 是凭借他的资历 威望人脉 那习近平不一样 习近平完全要凭他的职位 所以他占有那么多职位 另外呢 他必须得势必攻心 这他运用权力不一样 邓的时候呢 还有陈云这么多元老 多少有些制衡 到了习近平这儿呢 那就是没有人能够对他 有任何制衡 这点是不一样 再说我们看到在思想上 意识形态上 那么好不用说了 习对这方面的控制的严厉程度 远远超过了邓小平 在外交上 那么我们看邓小平的外交路线 基本上是比较偏向西方的 而且好像有些地方 还有很有些亲美 那么习近平完全相反 习近平是很鲜明的 这个反美反西方 另外呢 亲近俄国 这都是邓小平所没有的 简单说呢 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是 把邓小平的 坏的那一面放大了 把他好的那一面呢 给他减小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 邓时代经济上的腐败很严重 这个习近平大反腐败 反了这么十多年 在这方面恐怕是有所收敛 当然确实有这么个问题 不过也这个收敛程度 也不像他吹噓的那个样子 你不要说别的了 二十大之后 他自己提拔的人马 那么多都腐败问题都倒台了 这还是他愿意清洗的 所以他这个腐败 习近平在清理经济腐败方面 比这个邓时代当然是有进展 但是也不要估计太高 再有呢 习近平这个清理经济的腐败 是以加强政治的腐败 加强权力的腐败为代价的 他是通过这种方式 更加强化了他的个人的独裁权力 所以你要看到这一方面 总体来说呢 那就是确实两个人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一致性 但是呢 他们的区别确实也是不容忽视的 好 那么邓小平 我们看到经济上呢 他有白毛黑毛论的这个实用主义 政治上呢 他确立领导干部任期制 实行党内民主的改革开放 这些是他的政治遗产 这些可能都跟习近平新时期 我们看到他突破任期制 实行党内专制独裁 是有区别的 所以习近平过去十多年 他才将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路线 打入冷宫 那么现在我来请教荣先生 为什么现在习近平似乎 他又想起了邓小平 似乎又要重提改革开放呢 这个可能都是外界的解读 他只想起邓小平 我估计邓小平可能就是给他 装饰一下门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句话 什么打右灯向左转 这个我看他是一贯 你看他是这个 刚才都说到了 他跟邓小平的区别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有一条 刚才提到 他们都要救党 这个邓小平 我觉得是认认真正的救党 他这个称为是总加速师 很多人希望他在上面 共产党倒台更快 那么他现在为什么 有这么个情况 我刚才分析了 应该是出于无奈 出于无奈 为什么呢 这个虽然 现在大家都 我们像是谣言也好 或者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也好 那么三中全会呢 遇到极大的抵制 或者党内有很多的 这个反对的这个声音 我认为是不排除的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 他不得不出来 用邓小平这个旗号 来掩饰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他从他上台来以后 刚才我都说了嘛 他怎么跟邓小平 完全是导心逆势嘛 对不对 跟邓小平路线是格格不入的 对吧 而且呢 邓小平有一条 这个 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 大家读一下 他里面透露很多信息的 因为戴琴 我们知道的 很多可能年轻人不知道 他是叶坚英的养女 他有特殊的地位 所以他接触到一些 党内的一些信息 他提到邓小平 其实在六四以前 他已经在考虑 把四个坚持 从宪法中 这个拿下来 这个他提了好几个佐证 有几个佐证 另外他也提到 邓小平 从来说自己是 中国人民的儿子 你不管他怎么 你怎么去评价他 他自认为是这样的 那么习近平呢 习近平大家都称他 为什么习大大 大家都在说 像说中国人民的爹 所以这个老百姓 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习近平 这个他虽然这一次 就是高调地纪念一下 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他到底的所作所为 好吧 一位网友地狱天使 他说习纪念凳 肯定不是自己真心实意的 他就是心口不一 实属无奈之举 这回应了刚才 这个荣伟先生的这个评论 他说习的超级大偶像 毫无疑问就是毛泽东 他内心真要走的 他内心真要想走邓的路线 他就不会费尽心思修改宪法 费除邓制定的主席任期制了 所以中国有没有第二次改革开放 必须等到习先下台了 再说 但愿中国下一任主席 别再是习近平二世 否则中国真的就完了 另外我们聊天室里 大量的网评进来 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Alex333 他说蛇鼠一窝都是拱王 还要分出哪一个更好一点呢 我觉得200斤更好 绿豆冰 改革开放的党才是不正常的 现在只是回归初心 前锋 说习近平同志已经达到了 我将无我的境界了 今天他打脸 昨天的他就是收放自如 这就是自信 Madevich Dmitry 说习近平最近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 引发了关注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推动者 而习近平上台后 更强调党的领导和国家控制 习近平高调纪念邓小平 可能是为了维持党内政治平衡和应对经济困境 近年来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 失业问题等挑战 习近平重提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可能是在回应社会对经济改革的期待 同时呢缓解国际社会的压力 尽管面临挑战若政策方向明确 中国仍有机会回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和我们两位嘉宾 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就是邓小平现在重提 对不起啊 习近平现在重提邓小平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之举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啊 求是的文章呢 重温了邓小平的教诲 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坚持改革开放 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但是邓小平的讲话呢 似乎就更侧重于所谓守正创新 在守正的基础上来创新 来改革开放 什么是守正呢 我们听下面我们嘉宾的解读啊 说该改的坚定不宜改 不该改的就不改 来请教胡先生 您综合判断 习近平希望的改革 是不是当年邓小平的改革 中国会不会出现 二次改革开放的浪潮呢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 习近平和邓小平的一同 就已经说明 习近平的改革 不是邓小平的改革 不可能有第二次改革开放 现在我们看到 习近平的有些做法 有些提法在改变 有些做法也有改变 但是在更多的方面呢 习近平不可能再改回去 因为再一次改革开放 再改回去 那等于自我否定了 当然你说 这个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 和习近平改革开放一样 都还是一党专制 都并不是宪政民主 所以你看起来 既然你们都是 以维护一党专制 是你们的最终目的 那么习近平 你回到邓小平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那其实不可以 因为习近平 他不仅仅关心 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他首先要维护 他自己的一尊地位 所以你要是真的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去了 那就把自己给否定了 所以习近平不可能回到邓路线 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改革开放 只有你要中国的改革 要回到邓路线 除非是邓小平下台 这才可能的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邓小平 很多观察人士这样说 说邓小平领导和推动的改革开放呢 挽救了中国 也挽救了这个中国共产党 让中国得以在 得以开启呢 在世界上崛起的这样一个进程 那么现在中国再次就出现了 内外交困的局面 党内外再次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呼声 我来请教荣先生 有人说现在习近平迫于压力 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 回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请问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还来得及吗 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 还能不能给中共第二次机会呢 如果说呢 如果说真正回到邓的路线上 那么中共呢 可能还有一次机会 还有一次机会 但习近平刚才 刚才这个胡平兄讲得很对 习近平不可能啊 这个除非习近平下台 我跟这个国内啊 有些体制内啊 包括这个经常跑来 出来的认出来的 还有没有认出来的 民意起将经常有接触 体制内的已经是到了什么呢 体制内给我的信息就是 我们体制内不满的情绪 剩于你们体制外 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认识出来还没有认识 企业家普遍的不满 那么我跟他们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说一个人啊 这个 这个活到了千夫所指 死了以后呢 到普天同庆 这样一个地步也是很难的 所以现在这个民意啊 这个这一次这个 他神引几十几二十天啊 这个谣言满天飞啊 这也是代表一种民心啊 一种民意啊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习近平啊 他这次 不是又高调出来啊 我跟他们一句话 就是说习近平啊 他现在是霸王硬上功啊 他们说你说的很对 你说的很对 我说的就这句话啊 习近平现在是霸王硬上功啊 嗯 那没有可能成功了 好的 那么荣先生刚才说呢 如果习近平真的回到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呢 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 可能还会给中共第二次机会 那么胡先生 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嗯 他就说的是 如果中共重新回到 改革开放路线 邓小平改革 还会给到第二种机会 但是习近平不可能再回到 改革开放路线 嗯 我想他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现在呢 这个上半场的评论呢 上半场的这个讨论呢 基本上 时间到了 我这样 我以我们聊天室里一些 观众的评论呢 我们来结束上半场的讨论 一位叫 程臣 这位观众 他说 同评 不同评 同评 不同评 同样都是评 邓小平 习近平 但是不在一个评到 是这个意思 知难而退和知难而上 是不一样的 也许书读少了些 不理解才会产生 理解上的偏差 另外一位叫答案 说习走的就是邓保党路线 而不是经济开放路线 可以说是一致的 张 说中国的经济都已经垮了 开放也没有人要去了 我们感谢 胡平和荣伟 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 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不代表美国之音